我是一个外卖员也是一个姐姐 有人吗你的药到了 哎奶奶 哎你没事吧 哎你怎么了 我这这这不关我的事啊 我后面还有一单呢 摊上的摊上吧 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奶奶 您可算醒了 你看那个医药费啊 我去五点半了 奶奶你没什么事了 我就先走了 那个医药费我下次再找你拿 别忘了来拿啊 啊 耐死我了 你怎么才来啊 我刚刚还接了一单客人 就来晚了点 我在那等了 哦对了 你上次答应我买的电子型 还没买吧 要么你把钱给我 我自己买 那个我们再还还哈 还还 你都说了三个月了 我下个月一定给你买嘛 你跟紫芹姐下个月给你买 每次都说话读算数 做不到你就别答应我 嘿这小白狼 哟 你赚钱买电子清啊 哟 扔了一步 奶奶我来啦 你怎么在这 呀 冬冬来了 奶奶 奶奶 丽夏呀 就是我上次跟你说 送我去医院的那个外卖员 哼 所以你是因为在学校当义工 认识的王奶奶 是啊 王奶奶很可怜的 我们以后就一起照顾王奶奶吧 好 过年不回家就是这个 这样就一口嘛 好吧 嗯 王奶奶 丽夏呀 过年你和妹妹都不用找家团聚吧 奶奶来这里呀 奶奶呀 给你们做好吃吧 嗯 好 奶奶 我们来拜拜你了 快 快进来 菜 我都给你们做好了 就等你们这两只小餐猫了 哇 这也太香了吧 丽夏呀 嗯 上次啊 真的是谢谢你 医药费 奶奶没忘 这个呀 你就收下 奶奶 你也太客气了 呢 姐 原来你没买电子群是因为这事 你必须别温暖 也希望家人 能被爱包围 我都给你这次看了 我还是喜欢这事 干嘛 我让你打到 想要